干吗呢 干吗呢 没事 什么没事 你是不是嫌我烦啊 没有 没有 我看你肯定每天都去找 那个白狐狸精了吧 我找什么白狐狸精啊 我这两天是去大学 听课去了 听课 那我也给你去 我是去蹭课 老师让我听就不错了 你再跟我去 那人家肯定把咱俩给赶出来 赶出来 我姑奶奶去听她的课 是给她面子了 她要是敢赶我走的话 我就让她见识 见识本姑奶奶的厉害 你干什么呀你 怎么了 你嫌我土气 给你丢人了 我怎么能嫌你土呢 不嫌我 就走吧 这大学里不能随便进堂 不行不行 我管她呢 你不能去的 这大学 你别推我 严妃 你看白宁也在这儿啊 好巧啊 白小姐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真是巧啊 打着听课的旗号 就是来见你狐狸精 别胡说八道 正好碰上了嘛 我怎么知道她在这儿 不可能 就是来见狐狸精的 真的 过来坐啊 好好好 来 起来 快 老师来了 快坐好坐 快坐 坐呀 快快快坐 咱们坐被赶出去了 快坐快坐 好 好 同学们 今天我们讲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 是这样 1789年 五月五日 我没带书 陆毅十六 在凡尔赛宫 没事了 那我们一起看吧 企图对第三等级增税 我也没带书 你们两个一起看 我看着吗 这位同学 来 咱俩看一眼 第三等级代表 我和你说话了吗 要求制定限制 流氓 你这是 你干什么呀 我干什么 有利于 我不许你在这儿上课 跟我回去 这位同学 如果你不想在这儿听课的话 请你出去 不要影响这里的同学 我就讲话怎么了 难道这是你的地盘 你想干什么 岳飞 你让他出去 走啊走 放开我 走啊 放开我 放手 请你出去 你说什么 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 请你出去 好 我就不出去 行了行了 让你教我 岳西 要什么让去把这个 行了 岳飞 尚老师 对不起啊 岳飞 岳飞 干什么呀你 我干什么 你不知道吗 你说要来听课 我带你来 你又搞成这个样子 一个破课 有什么好听的 你不听别人还好听哪 你知不知道 你刚才有多丢人哪 怎么了 认识了杨学生 就嫌自己的师妹丢人了 这和杨学生有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别装了 你打着听课的旗号 就是为了来见那个骚狐狸 你不许叫他骚狐狸 我就叫 怎么了 骚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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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啊 怎么了 要打我是不是 来啊 你 李云飞 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来这儿 不许再见那个骚狐狸 凭什么 不凭什么 就是不许 你是我妈还是我媳妇 你管得着吗你 李云夕 你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什么看 看什么看 师姐 你也太忙了 这要是换了二毛 不然你给打死了 打死就打死 你这是跟谁置气呢 师姐 师姐 你倒是说话呀 谁欺负你了 我给你报仇去 你替我报仇 当然了 我就你这么一个师姐 你让人欺负了 我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好 你跟我走 你妹妹可真是 把尚老师吓坏了 刚才真是太对不起了 我看她不像个工人 倒更像个陆林好汉 她从小啊 跟我弟弟一起长大 身边都是男孩 养成了男孩的个性 其实啊 性格爽直 没什么不好的 以后多带你妹妹来玩 我觉得我俩 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就是她欺负我 我妹妹她挺好的 嗯 这种人都是刀子嘴 豆腐心 她 她不是白宁吗 真是很抱歉 她怎么能欺负你 师姐 你别开玩笑了 你不是说要替我报仇吗 咱们叶子门的男人 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了 这是我爸从昨外天 我买的眼睛 真不漂亮啊 我摸摸 不给 我摸摸 你怎么还不去啊 快去啊 我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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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尚老师说的那几本书 哪里有啊 我家啊 那能不能借我看看 可是我家的书 从不外借呀 不过呢 我可以破例借给你 真的啊 太好了 走 现在就去我家 给你拿 走吧 你是为你吗 你瞎看什么呀 跟你没关系 走开 我告诉你啊 我们黑龙会可不是好惹的 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 你有病啊 你是依妃的弟弟 李云龙霸 白小姐记性真好还记得我 你 你什么你啊 对了 对了 我告诉你 你以后要是再欺负我姐 我对你不客气 你姐那么厉害 我就是想欺负她 也得有那个胆量啊 她刚才在我们那儿大闹课堂 把我们老师吓得腿一软 差点摊在讲台上 真的 不跟他们说 走走走 去哪儿 云昕姐 云龙 我正说带你哥去我家呢 你俩没什么事的话 一起去吧 不去 去 叫他们俩去干嘛 好 我才不要呢 云昕姐 我家又没狮子老虎 吃不了你 走吧 走吧 好 去就去 就算有狮子老虎 我也不怕 池哥 走 来 里面请 看下真不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个雕塑是印加利的 都是我爸爸 从国外带回来的 你再看这些书法 你看这幅字 这幅呢 是赵孟福的真迹 那幅呢 是柳公泉的 还有这个 是齐白石的画 对了 还有一些小百剑 我爸爸呀 平常非常喜欢 收集艺术品 不错吧 是啊 我带你去书房拿书吧 好啊 你们先看 走 这是你要的书 太好了 还有很多别的书 你再挑挑吧 好啊 可是你千万别 把这些书弄丢了啊 放心吧 姐 这边是不少钱吧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取过的 这个还贵呢 取 对啊 那你看看这幅怎么样 我告诉你啊 看我是看不懂 但是我知道 这一幅呢 肯定没有王羲之的贵 明星姐 你还见过王羲之的真迹呢 对啊 我当然看过 我不只看过 我还取过 取 明星姐 你真逗 为什么总说取呢 这取 是贪囊取物之一吗 白小姐可真会开玩笑啊 她能取物是小偷干的活儿 我妹她哪能干这个呢 她以前是做那个名人字画交易的 她负责取画送画 所以她收惯了 那真是巧了 家父刚从欧洲带回来一幅真迹 我拿给你们看看 看就看呗 不 不用看了 干嘛不看 你偏要看 挡住我干嘛 有什么好看的 我就看 你们看 怎么样 真好看 这得值不少钱吧 这个我还真看不懂 画得不错吧 什么欧洲的画啊 这个花儿颜色 到时候啊 嗯 我就把它取回来 就是不应该 看它还得瑟什么 你看啊 这色彩的韵约 都会有得瑟 有了 好 是 你不可 你得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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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人 她的瑟的 你得瑟的 这些是瑟的 你得瑟的 也得瑟的 这么多 我得瑟的 这些当官的人 还敢不烧老百姓呢 最近听说 燕子李三又回来了 爸 你认为燕子李三 他也反日吗 烧烟土 偷谭家林的包 戏耍吴京掌 这些可都是燕子李三干的 如果他能够汇入到 我们的反日洪流里 必然会壮大我们的力量 因此李三的确是为百姓 做了不少好事 可是他做事太随性 而且无组织无纪律 我们旧国还是不能靠 这样的江湖人士 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 有自己的观点了 好 快休息去吧 明天还要上课的 爸 你也早点睡 好 来 敢说我没组织没纪律 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三爷的阻止 我看你神神秘秘的 就不像是来吃饭的 师姐就是聪明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惊喜 惊喜 来 打开看看 是什么 怎么样 喜欢吗 我跟你说 昨天夜里我到他们家 正赶上那老头的旗 多亏了我功夫高 一下我就上房顶了 怎么样 喜欢吗 退过去 为什么呀 你昨天不是说 我昨天说的是气话 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那你说的哪句话 我没当真呢 你人都这么大了 我说哪句是气话 难道你不知道吗 再说 这事让师哥知道了 他肯定不高兴 退回去 师哥 师哥 你总拿师哥说事 我这话是送给师姐的 你要是不喜欢 就扔了吧 三二 你怎么那么倔 我倔还不是因为你呀 来 你不要再说了 我不要 退回去 这是什么呀 真好看 鸟儿 这就是燕子李三的标志 真的 有品味啊 一点品味 也没有 你怎么了 燕子李三怎么惹你了 看你这么生气 还记得我给你看的 那幅画吗 怎么了 被他给偷了 还自作聪明 留下了这个标志 不会吧 据我所知 燕子李三可不是那种 干小偷小摸的事的人 我以前也认为 他是个侠盗 可没想到 他不过是个 偷鸡摸狗的毛贼 那个 这个 燕子李三 他这个人呢 他有时候做事 确实有点不像话 但是 你也不能因为这事 就说他是个毛贼吧 为什么 你家是富庶之家 对吧 或许他是 瘦人之托 劫负几贫 你怎么竟帮着燕子李三说话呀 没没没 我是帮你分析分析 你忘了 尚老师可是说过 看一个问题 不能光是看他的一面 要看他的另一面 说不定这幅画 就活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呢 这 就会耍贫嘴 不如你去帮我抓 燕子李三吧 喝什么 你说什么 说什么 你功夫那么好 一定能把他织服的 不 不行 肯定不行 你行的 你让我去抓 燕子李三 我我 这这这不行 你行的 你就吃了 画呢 死了 什么 本来想到师姐欢心 没想到费力不讨好 让他给臭骂了一顿 然后呢 然后我就死了 你给死了你 行 打就打吧 反正我死了 你 我就不明白了 我全心全意对他好 可他心里惦记的全都是你 是 是 是 师哥 祝你们俩幸福 祝谁幸福 我这心里喜欢谁 你还不知道 你不喜欢师姐 我喜欢谁 不喜欢谁 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吧 有 不 我 我 去 你 你 请 expensive 这 这 这 别瞎闹 我必须说说你啊 你去偷画就偷画呗 你把咱们燕子门的标志 留在那边干什么呀 你说那白小姐吧 她老说咱们燕子门 无组织无纪律的 这不是让她看看 咱们的组织纪律吗 你把燕子门标志往那儿一流 就有组织有纪律了 你知不知道 白宁今天当着我的面 骂燕子李散 那就骂得一个精彩啊 我当时恨不得 挖一个地洞钻进去 师哥 我对不住你 我以后再也不透 白小姐东西了 对不住就完了 这样 我一定把你俩做成 让你俩幸福美满 你看怎么样 这还差不多 好吃客 大师 已经一个时辰了 你不是到这里来静心的吗 是啊 可是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时辰了 你的心若静如止水 又怎么能知道一个时辰了呢 这一个时辰的做算是白打了 大师 我不是怕您累着吗 说吧 有什么事吗 大师 我想问你 我想知道我师哥跟白小姐能成吗 那是她的事 你应该去问她 你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通五行 小六亿 我爹说 您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 我要是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 我也就不在这里了 大师 求求你告诉我吧 告诉我吧 别的 我不敢妄言 我只能说万事不能强求 不能草率卢莽 要顺其自然 心平弃合 方能水稻渠成 修成正果 藏好了 小心别让师父看到啊 知道了 听到没有 师哥 云 云云 师哥 我有口无心 云龙偷话的事跟萨儿没有关系 全因我而起 你别怪他了 还没事 我没怪萨儿 再说了 反正白你又不知道我是燕子门的人 还有件事 我觉得你去上课挺好的 我不该阻止你 对不起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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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态度也不好 不该那么对你 对不起 今天有完没完 怎么弄得这么生疏 那我 我走了 慢点走 那师姐 我也走了 你也慢点 好嘞 走了 谁 明日午时乱坟岗 师哥 谁这么嚣张 要跟咱们做生死了断 周铁锤 师哥 咱燕子门啥时候又得罪个打铁哪 是 15年前 我和师兄汤彪时 遇见了土匪周铁龙 割了他的耳朵 谁知周铁龙心眼小 竟气死了 这周铁锤是周铁龙的弟弟 他知道我燕子们落脚济南 所以才下次生死状 一心 师哥 别理他 反正他也找不着咱们的福尔 此事啊总得有个了断 明日我一定去 那也行 那我跟你一起去 转营 非但你不能去 三个弟子更不能去 你一定要劝住他们 为什么 明日一战来者不善 难免有人血溅当场 你看看你看看 那我更得去了 师弟啊 师哥 那三个小燕子都是长翅膀的 你说谁能把他们关得住啊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呢 我自己造下的因果由我自己担当 你们这一切法 exceptions 你因为现在没办法 还是师叔的耳朵厉害 师叔 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 我那点功夫能有什么计划呀 除了妹妹钥匙就是擡擡衣服嘛 您看您这话就说错了 您老这功夫 那可是天下一绝 行了你 你小子 下蛋不行 屁股倒是挺紧啊 坐着干啥 去给老叔倒口水去啊 好身受 师叔 来 喝茶 好 那我可走了啊 大大 干啥去啊 你干啥去啊 你走没门 我呀就想听你说好听的 师叔 您说我师父的功夫 那是不是天下第一 不算第一也差不多吧 这跟我有啥关系 你看 他老人家逢事都得请您帮忙 那没错 您老一帮忙 就逢凶化吉 遇难成祥 对不对 您想啊 连这功夫天下第一的人 都得找您老帮忙 那您老这功夫 对不对 小兔崽子 我想听啥 你就说啥 你 比你师哥强多了 那是 行 啥事儿 你说 没事儿 我就是想看看您 你小子帮忙我啊 不和我打听事儿 你干嘛奉承我 说 啥事儿都瞒不过你 啥事儿说 我就是想问问 今天上午那个标 是怎么回事儿啊 什么标 哪有什么标 我告诉你李云龙啊 我不知道 好 师叔 我都看见了 行了 听说大西洋饭店 新进了一批澳洲大龙虾 这么大口 好 真的 你看 我姓哥 行 反正您也看见了 也不能算是我告诉你的 它是这么回事儿 这个 好 好 既然如此 我就照顾你 成全了你 师父 爹 师父 我实在是难住啊 师哥 都来了 正好满门朝展 爹 慢 上辈劫的仇我们自己了断 燕子门的门规你们都忘了 出招吧 进招吧 好 好 好 你看 你爹这叫 叫一鹤冲天 对 一鹤冲天 爹 你打得太棒了 下去 不敢 祝你 39 哎呀 你 这隔世之仇就一笔勾销吧 你兄弟当年走的是歪门邪道 还望一改门庭之风 人行江湖 侠者为大 此仇必报 回去再年来 没什么 很好 是 你的龟 这是 你 不是 因为你 对 你 你要 尽力 你 你 快 不要连累了他们 来吧 今天我让你们一起见野王 孙子 这玩意儿叫撞针吧 这次啊 幸亏云龙昨夜提前潜入客栈 举了撞针 让我们化险为夷啊 是啊 来 为师敬云龙一杯 谢谢师傅 来 赶 师哥 师傅 萨儿 你真是个鬼灵精 这杯我得喝 来 师姐 对了 爹 今天我师哥他 不知道的枪里面没有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 叫撞针 就是你说那个纳鞋底子那个 对对对 就是那个纳鞋底子那个 他不知道里面没有 他就冲上去挡着一枪 视死如归 你说咱们该不该敬他一杯呢 你看应该应该 应该应该 来来来 师哥 来来来来 我觉得这杯酒啊 应该敬师叔 是师叔让我们大家学着 来 师姐坐我这儿 来来来 对不对 来来来 师叔 对 来来来 要我说啊 应该敬你们师父 是 对了 当时呀 他是硬挺着胸脯去挡枪子啊 一代应好啊 平常你师父练功不让你们看 今儿个你们看一眼了吧 师父 来 我们几个敬你一杯 好 我喝 师父 我喝 对了 怎么你们没有人敬我呢 对了 迎新也该敬 你看 你看 云飞要挡你爹 你呢 又挡着云飞 那当然应该敬你云心了 云飞 来 敬你云心 对对对 今天呢 让你受惊了 来 压压惊 这就对了 对了 爹 我今天终于看到你一鹤冲天了 帅极了 师哥 你也会吧 我会一点吧 那明天你教我呗 好 一言为定 来 对了 三儿 昨天晚上 你掉包的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你害得我们虚惊了一场 都是你不好 以后你不许这样 来来来 什么都不说了啊 大家一起干一杯吧 来 来来来 来来来 你先我跟你说啊 这一鹤冲天 是吧 三儿比我还厉害呢 不错 怎么可能呢 别打了 别让他叫你 我不让他叫 就让你叫 别这么说 三儿 你干吗去啊 慢走 出去操操气 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什么去啊 再给我喝几杯 把这个吃了 这个可好吃了 这可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给 云露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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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提前 把人家的喜酒给喝了啊 喝喜酒 也不能喝成这样啊 没喝多少 就喝了一瓶 来 喝点水 来来来来 云露啊 你这心里面有什么不痛快 就跟我说 喝什么酒啊 没有 师哥 我想起一个人名来 什么人名 小杂种 小杂种 他从小没天没娘 他是大庙不收 小庙不要的小杂种 后来吧 他练就了 一身功夫 想为别人去死 人家不理解 人家不理解 萨儿 是不是今天 云昕让我教她功夫 你不高兴了 要不这样 我以后离她远点 师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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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把水喝了 走 二位爷 里边请 好 您请 走 这行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啊 坐 来 诊事 来 诊事 师哥 咱们昨天刚喝了庆功酒 今儿个就心情不好了 师弟啊 你说我这当师傅的 是不是有点迟钝哪 迟钝 就是情感方面 对 师哥你不迟钝 不迟钝 你不迟钝 就是有点 什么呀 就是有点 说呀 愣 愣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你想啊 三个孩子都是你拉扯他的 他们之间的事你都不清楚 你不愣是什么 对了 当初要把云信交给我拉扯 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了 你现在说这话有用吗 师弟啊 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师哥 你今天跟我说几掏心窝子的话 你打算把云信许个谁 云飞 云信 喜欢云飞吗 师哥呀 你 你就根本没把人家云龙往心里去呀 你要知道 云龙对待咱们云信那真是一往情深哪 云信的脾气啊 和我一样绝 你倒是说说 云信能选云龙吗 来 师哥 你好好想想 唐鸡和尚是怎么断除情根的 帝都出家 那只是表下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 那帝都出家就得按出家人的规矩办 师哥你是最讲究规矩的人 咱们到了自己的事上咋就忘了呢 咱们不是有门规吗 我也知道啊 可是这门规一旦立了 就没有退路了 你是不是担心 云信他受不了啊 因为是你的徒弟 你跟他谈谈 你的话他还是听的 好 师父 你找我 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坐 好好好 这几天在店里一直看不到你 都忙些什么呢 我去齐鲁大学听课去了 好好好 年轻人啊 学点新知识总是好事 云飞啊 你觉得云心怎么样啊 云 云心挺好的呀 我的意思是 我是说 你 你喜不喜欢云心啊 师父 我还是把云心 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 从来没有过半点非分之想啊 那若是 为师将云心许配给你呢 师父 万万不可 喜欢云心的是云龙 如果师父 执意要将云心许配给我 那必定会引起燕子们的分裂 师父 你就成全云龙 把云心许配给他吧 这感情上的事 岂是让来让去的 你不要管云龙 我是问你 你心里 到底有没有云心 你若是喜欢便说喜欢 不喜欢便说不喜欢 不要找什么借口 师父 恕徒而不孝 不能娶云心 因为 因为徒儿心里 已经有别人了 什么 师父 云心对我好 我都知道 我会放在心里 弟子将来一定会以命相报 好了好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心思 我已经懂了 开香堂 我燕子们有三取三不取 三取为 取贪官污吏 取为父不仁 取恶霸豪强 三不取为 不取穷人 不取观寡孤独 不取读书人 要我说再加上一条 不娶媳妇 师父 您别逗我们了 这可不是逗你们 这是歪打正着 我今日开香堂 就是要立门规 你们三个向祖师爷蒙事吧 蒙事 蒙什么事啊 就是蒙什么事啊 你们三个本不是一家 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却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既然都是李姓 就是兄姐弟 彼此之间只能有兄弟之情 不能有情欲之爱 也就是说 芸心不能嫁给 芸妃芸龙中任何一个人 听清楚了没有 跪下 爹 相堂之上只有尊长 没有爹 师父 我想说几句话 不要说了 蒙事吧 ^^ 知al 害羞 元龙